一夜之间,薄荷叶几乎被齿腹虫吃光了 我是瑞兴玉母田的阿兴 买了一盆五寸盆的荷兰豆河 浇水施肥,细心照顾 经过一个月,鱼长得茂盛翠绿 准备要移植到大盆了 准备好了适当的泥土 减下约10公分的枝条 距离10公分 依序种下过河 并把土压紧 浇上水 鱼纸就完成了 必须随时保持湿润 过河需要水 种植初期必须遮阴 火则枝条会枯死 并且每天要浇水一次 三星期之后都活起来了 还长得茂盛 把网盖拿掉 让它多吸收一点阳光 没想到 没想到才四五天 噴灑 湿液菌是有机浓作 可以使用的药剂 此副虫有保护色 跟过火的叶子同颜色 尤其幼虫 几乎看不出 等到看到了 叶子就被吃光了 所以要喷洒 酥液菌 让幼虫不会长大 出叶子 每片叶子都要喷到 树液菌对人体无害 对昆虫就很有效 树液菌是一种续菌 逃到昆虫的场子里 破坏昆虫的场子 第二种方法 就是把虫直接抓掉 随时注意 是否有虫来吃叶子 第三种方法 就是自制网盖 防止此副虫的鹅来下蛋 用以上三种方法 过河就可以长得茂盛了 分享到此 谢谢